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李基千,欢迎来到我的傍晚直播间 有没有试过就是收过您身边的亲朋寄友呢 可能他好心呢送你一本结缘品 但有没有发现当他送你结缘品的时候 跟您解释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总是说得不清不楚 但是在佛教里面却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是说如果您父母过世了,您的配偶过世了 你会想要通过印扇书又或者注印一些结缘品之类的 然后分给一些亲朋寄友 希望在这七七四十九天内圆满这个功德可以回向给您的父母 大家应该要么就是有收过这样的结缘品 要么就是你本身有印过这样的结缘品 想要送给身边的人 今天就是来告诉您说 如果你有想要送结缘品 来回向给你已过世的父母也好 已过世的配偶也好 又或者如果很不幸的白发人送黑发人 你想要回向这个功德给您的孩子的话 应该要怎么样送结缘品 要用什么妙招来帮你圆满这个功德 让您的父母可以完完全全收到这个功德 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功德力 往生到善处 往生到净土 最近大家应该有看到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爸爸在药师佛宝餐那个时候呢 他终于 不是药师佛宝餐 对不起 在新加坡药师佛的会供法会那一天 他终于皈依了 那有一位观众他非常非常的甜 他就送了我这一个结缘品 大家看很可爱对不对 我开给大家看这是一个高王金免费结缘品 是他到西雅图雷藏寺朝圣的时候 在那边请到的 那他就说送净千师傅这个送给您的父亲 我收到的时候我真的十分十分的感动 他很可爱 他就说不过净千师傅这个念佛机 它里面没有电池 你要自己装电池 所以我今天就开给大家看 我没有在卖哦 大家请不要误会 只是跟您分享 如果你要送结缘品给别人的时候呢 怎么去圆满这个功德 怎么的去讲得更好 让你可以去有更多的功德力 回向给您的爸爸妈妈 我先将他从这个塑料袋拆出来 大家看很可爱对不对 我不晓得是谁设计这个念佛机的 上面呢 这里还有一个十字金刚锄 大家有看到吗 我拿靠近一点给大家看 前方这边就是写着高王金三个字 那下方这边就是可以放他的那个电池 我在新加坡没有看过 那对我而言 这个东西为什么特别意义非凡呢 因为那位算是师姐哦 我可以这样称呼他 那位师姐他很贴心的是说 送给我爸爸的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也注印这样的一个念佛机 你想要派给很多很多人来解这个缘 怎么样送这个念佛机 又或者送比方说高王金的一本金本 怎么样送 怎么样说能够让对方 能够让你在送的这个过程当中 产生更大的功德 为什么我们在这种 爸爸妈妈过世的七七四十九天内 特别特别需要这个功德呢 因为一有足够的功德 他们可以往生到善到 如果他还需要投胎做人 他起码是做一个比较好命的人 他不需要受苦受难 他能够出生在比较上等的家庭 有高等的教育 能够嫁到比较好的人 能够娶到比较好的配偶 生出来的孩子 都能够有很好很好的家庭关系 而且孩子又充盈又孝顺 如果你听到这里 你想想看 师傅 你讲的这些东西 我好像都没有 那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福德不够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福德不够 那这一场直播你更要听清楚 因为我们人的一生当中 我之前有说过 我们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办喜宴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能够成家 但是每一个人这一生当中呢 一定会有机会办上礼 要么是自己的上礼 要么就是爸爸妈妈的上礼 所以听清楚了 如果我要送这个高王经的念佛基 给人的话 首先教大家一个方法 送节元品的三妙招 无论你送的是念佛基也好 经本也好 又或者比方说 师尊的佛书也好 又或者就算不是佛书 您送的是这个经文 你送地藏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 又或者您要送 从明朝流行至今的了凡世讯 等等的 第一个方法 你一定要告诉他 你送给那个人的时候 你首先一定要告诉他 why 为什么你在做这个事情 你做这个事情是为什么 所以打个比方 如果这个节元品 是我注印的 又或者我拿了别人的 可能别人已经注印了 那我帮忙派 那派的这个功德 我也想回向给我过世的祖先的话 我就会首先告诉他说 这位师兄 又或者这位师姐您好 我这里呢 有一个高王经的念佛基 听到您爸爸 他现在皈依了 我实在实在为您开心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念佛基 送给您的爸爸 这个就是在解释why 你为什么送他这个东西 而且你讲这个理由的时候呢 你还要再加一句就是说 我为什么会选择送给你 这一句很重要 因为每个人收到礼物的时候 我们都会希望自己是那个special one 自己是那个特别受到眷顾 又或者特别被想念到的那一方 当然要真心了 我不是叫你说虚伪的话 所以你要告诉他 就是说为什么我会选择送给你 这是第一个理由 那第二个理由呢 大家可以多讲这一个东西的功德利益 它的功德利益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可以借题发挥 好像那一天我一看到这个念佛基的时候 我就很惊叹 因为你看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它就有如一个莲包 就是一朵莲花 它还没有完全开起来 它还在观着 它只开一点点而已 只开上面的那个头而已 所以送给一个刚刚皈依的师兄来说呢 特别特别的有意义 因此我会这么说 我会说 我送你这个念佛基给您的爸爸 因为他刚皈依 刚皈依就是一个新的佛苗 就好像一朵莲包呢 它还没有开起来 它已经成型了 因为只要一皈依 每一个人都是后补佛 所以希望他听这个高王经 每天听的时候 能够让他的善根增长 能够让他有这个心 想要去念佛 其实我还没有听过 这念佛基的高王经是怎么样 我现在尝试放一下这个电池 给大家来听一下 听听它是怎么样的一个 咒音跟精音 希望可以再让它放回去 它是用AA那个电池的 哇 我觉得设计这个念佛基的设计师 真的非常非常聪明 这里是那个开关 开了吧 也没有看到有没有灯 我转开来 这边有一个调声量的地方 调一下 没有声音 是不是我的电池坏的关系 也没有 没关系 我们再来试一下 如果这个东西坏的话 那我就把它还给那个师姐 很计较 说坏了 不能够听了 我再试试看新的电池 看看这一次可不可以 所以大家如果要送这一类的 这个小小的念佛基 给他人的时候呢 我也建议你们自己先试一下 确保那个声音OK的话呢 就好了 这个是 one two 应该是有不同的什么吧 也不行 有吗 我听到打打打的声音 也不行 师姐你的念佛基不行啊 师姐 你有看我直播吗 师姐 但无论如何 这个东西 它确实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设计 因此我会这样子借题发挥 我为什么送给你 那这个东西的功德利益是什么 还有一点的就是呢 如果你送的是书本来说 打个比方 你送他一本经书 你送他地藏经 又或者如果大家都很喜欢 观世音菩萨 因为我们明白 他的渊源非常的深 如果你想要送 印了很多很多高王金 你想要送给有缘人 来帮您的父母 累积足够的功德利益的话 记得 送高王金呢 一定要懂得 送任何经也好 你一定要懂得 讲他的功德利益品在哪里 因此如果我送这本高王金 打个比方 如果我是父母过世 然后想要送这个高王金 那第一个why 为什么 我是会这么说 我会说 师兄 我的父母 又或者我家里人呢 他最近过世 那在这七七四十九天内 我就印了五百本 这个高王金 想要跟有缘的众生结缘 帮我的父母可以累积功德 一般我们是那个被送的人 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都会心想 好好好 那我就收了您的这个礼物 帮你去圆满这个功德 可是单单你送他免费 他接受了之后 这个功德还没圆满的 如果你想要圆满这功德呢 也要包括他必须要去念这个高王金 他自己要愿意哦 他自己要愿意呢 打开这一本书来读 你的功德才能够圆满 所以你送了他 这是第一步成功了 那第二步 你要讲多一个理由告诉他 为什么他应该去读这本经 以我做了三百场影片跟直播的方法呢 我永远都是会用功德利益品去告诉对方 我会跟他讲说 高王金从唐朝流传至今 已经传了非常非常久了 而且是一个很有灵验的一本经 我甚至会跟他讲高王金的这个故事的典故 就是之前呢 不懂是一个哥哥还是弟弟呢 他被冤枉了 然后就被人抓了起来 关在牢房里 本来呢是要判他死刑的 在那个时候 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所以他在牢房里面就一直求一直求 结果有一天晚上 他就梦见了一个和尚 进入他的梦 在梦中这位和尚就告诉他 如果你念这一部高王金的话 只要你念足一千遍 你将会无罪释放 因此这位哥哥他听了之后 他真的在梦中 那位和尚呢把这高王金一字一句的念给他听 他居然醒来了之后呢 整本经文他都记在脑海里 哇很不可思议对不对 所以平时烧香拜佛念经守戒 有没有帮助 绝对有帮助 因为这些就是储蓄 储蓄就是在你遇到灾难的时候呢 随时随地你都能够拿出来 帮你逢凶化吉化险为夷 这位哥哥他在牢房里面 就一直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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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到被处刑的那一天 他这些官人这些兵呢 已经把他抓到去那个刑场那边的时候 他都还在念还在念还在念 结果去到刑场的那一刻 当那把大刀被举起来 要往他头上砍的那一刻的时候 他刚好就念完了第一千遍的高王冠心经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一把刀断了 很不可思议对不对 因此 讲得有点入神 因此大家记得OK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圆满这个功德的话 你一定要学会 你要送的那个经也好 哪一本经也好 你一定要学会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可以是两种故事 可以是这个经文的来源 这个经是怎么来的 是谁说的等等等 所以故事可以是他的来源 这本 比方说地藏王菩萨本愿经 哇 为什么这地藏王菩萨本愿经 我要选择送这一部经 可能他的故事是 我爸爸生前很喜欢念地藏王菩萨本愿经 因为他那么喜欢 所以我也想送这一本经 跟更多人结缘 让我的爸爸能够心生欢喜 因为看到他的孩子 有在把他最喜欢的一部经呢 广传开来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故事 就是你为什么会去 特别选这一部经来注意 你也可以说地藏经的来源 为什么地藏经被称为孝经 原因有三 一 因为是释迦摩尼佛 他当初 希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 第七天 摩耶夫人 也就是佛母 释迦摩尼佛的母亲 他就已经过世了 因此释迦摩尼佛的成长岁月当中 其实没有 不是被他妈妈带大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是他阿姨还是姑姑之类的 女眷呢 把他带大的 因此当他成佛了之后 他就想到 母亲怀胎十个月 后来过世的那一种难呢 那一种苦呢 他就发了这个大慈悲心 跟很大很大的消息 他就登上刀利天 也就是摩耶夫人 目前在的那一道天呢 在那里说了 地藏王菩萨本愿经 所以原来是释迦摩尼佛 为了报恩 而说的一部经典 这一部经典 第二个为什么是孝经呢 因为里面讲的主角 主角算是有两个啦 一个是释迦摩尼佛 因为他是说此经的人 那第二个主角呢 顾名思义 当然就是地藏王菩萨本人呢 本菩萨呢 为什么地藏王菩萨会被称为孝女 因为他当初是光木女的时候 他为了救他的母亲 他哭倒在清净莲花木如来那里 就是当时注释的 当时大家都认识的佛陀 名为清净莲花木如来 佛陀这名称呢 不只是指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也是佛陀 那个药师琉璃光王佛也是佛陀 那清净莲花木如来 是当时大家都会礼拜的一尊佛陀 因此他为了救他的母亲呢 那个光木女呢 不只是设大供养去供养清净莲花木如来 他甚至呢 还向佛陀发愿 向虚空发愿 因为后来他的母亲 重新得到人的身体的时候 他却是一个婢女的儿子 而且据说是要活到 不懂13日还是13岁的时候 就会过世 过世的时候不再做人道 不会在人道里面 而是去了三恶道那里 轮回等等等 所以这种种种的东西呢 有很多很多地藏王菩萨的前世的故事在里面 而且他每一世都是一个孝女来的 无论他是婆罗门女 来到地狱那边看到三叶的海沸腾 又或者他为光木女的时候等等 那第三个原因 为什么他是孝经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打个比方 如果我的父亲生前很喜欢念地藏经的话 那我今天特别选择一部经来念呢 就是在敬我对他的那一份笑思思念的思 所以你可以讲这个故事的来源 你也可以讲这个经的一个感应篇 或许我现在讲的稍微比较多细节一点点 但大家不必觉得害怕 也不要说 哇 惨了 师父 要讲他这样 我的口才这么惨 我没有办法像你说的这么精彩 可以练啊 对吧 我们可以慢慢练的 你不一定要说的像我那么的深入 就算你觉得你的能力只能够讲的简单一点呢 重点就是你起码有尝试去说 好过你完全不尝试啊 你不尝试 那对方得到您的这本解缘品 他放在家里 有的人说 我只是想先送到他的手里 先送到他的手里 免费给他 他就应该会打开来读了 不会的 我跟你讲 一天的时间那么的仓促 哪有人什么时间 哪有人能够把所有的书都读完了 所以为什么您的这本书应该是他优先读完 你一定要跟他讲那个功德利益品才行 除了那个经的来源 现在讲感应篇了 打个比方 曾经有人 他连续考了不懂是四次还是五次的那个律师 还是医生 好像是考医生 他始终考不到 他念满高王经一千遍的时候 那一个晚上就在考试的前一晚 他居然梦到师尊出现在他的梦中 师尊出现在他的梦中 也就是我的根本上师 圣尊连生活佛 因为以免尊敬 不是以免尊敬 以免不敬 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的根本上师 圣尊连生活佛 他居然在考试的前一个晚上 梦到师尊 而且师尊就在那个黑板上呢 把那个答案 把那个考试的考题全部写出来 这个时候在课室里面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那一位念高王经 要考医生执照的那一位学生 弟子 那第二位呢 是他班上也是读学很厉害的一个女同学 他看到师尊写在那个 写在黑板上的时候呢 然后师尊临走之前 转头就跟他说 把这一些背起来 隔天 考试的时候 他居然呢 真的考卷和师尊在梦里面 给他的考题是一模一样的 那一场考试里面 只有两个人得到满分 一位就是这个念满 高王经一千遍的弟子 而另外一位 就是他的那一位女同学了 因此就有人问我 师父 他这样子念高王经 师尊在梦中出现 那这个不算作弊吗 给他了那个答案啊 等等等 我就跟他讲说 你真的觉得考试不成功的人 就一定不会是一个好医生吗 一个很优秀的医生 只能够单凭一个考试 就决定他会不会是一个 真的有医者父母心的医生呢 师尊既然出现在他的梦中 就是代表说 这个人将来必定能够医好 云云众生的很多很多病 他必定将来对医学界 是有很大很大的贡献的 有时候考试考不过 可能一时紧张 可能一时忘记了一些东西 但不代表他不会是一个好医生 所以因缘具足足下 毕竟佛菩萨不是瞎的嘛 佛菩萨不只是看你的像 他直接看你的心 你有没有具备做一个好医生的能力 等等等 所以他才决定要不要帮你 这些就是我刚才讲的 把感应篇说出来 还有另外一个高王金很灵眼的故事 如果您送这本书给对方 您也要先知道 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处境 然后您可以说一些故事 是可以帮助他减轻他这方面的那个问题 所以打个比方 如果他自己也是有年迈的父母 那您就可以跟他说这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弟子 他有长了那个胆结石 不管是胆结石还是圣结石 然后非常非常的严重 而且据说呢 已经是到癌症的那种程度 他就来求师尊 那世尊就跟他讲说 你不是会念高王金吗 你就念高王金 而且你是尊佛弟子 你懂得怎么样观想 你可以用观想法 有一个观想法 我们叫做非识法 就是你在念高王金的时候 您观想里面的那个结石 有多少粒你自己懂 多大多小你自己懂 你观想这些结石 一边念的时候呢 观世音菩萨 能摩佛 能摩法 能摩生佛国有缘佛法 相应常乐我尽有缘佛法 一边念的时候啊 你就要观想这个结石 飞出来 从你的身 这样子飞出来 然后回向 念完了之后 回向说 希望我的这个结石 能够消失 我的癌症 能够速速痊愈等等 结果 他真的也是在念满 高王金一千遍之后 这个结石就不见了 他不用开刀 他不用去化疗 他不用经历种种的一种病苦等等 就是念高王金一千遍 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送你这一本高王金 然后我把故事讲到这样子的话 哇 你一定会开始心生赞叹 对不对 那如果刚好你家里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你就回到家 一拿到我的这本结缘品 你一定会回到家打开来读 是哪里啊 是怎么念啊 我要研究一下 为什么 因为当你这样子去介绍这个功德利益的时候呢 你有在帮他解决他的问题 众生都是有烦恼的 因为贪 春 吃 傲慢 你都会因此而生起一个烦恼 所以第三个 当我们送结缘品的时候呢 第三个方法就是 你一定要告诉对方 你讲了为什么你要送 而且为什么你会选择送给他 那第二 你讲了这个功德 无论是那个金本或那个书的来源 又或者用在现实生活中 真的有人念了这本经 或读了这本书 得到的种种感应呢 而解决了什么问题 如果他有什么问题 你就教他 你要这样念 你要这样回向 这样子 这样子呢 就能够解决问题 如此了 你送这个结缘品呢 你就真的能够达到 我们讲的 功 得 圆 满 各位 各位孩子们 这个很重要 我做很多影片 讲关于如何帮助过世的父母啊 又或者患病的父母啊 重病的父母等等等等啊 很多人都懂要报名超度 要做硬扇书等等等 但不要盲目的硬 不要硬了没有去拍 因为拍不出去的话 也不见得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所以一定要这样子做 你才可以真的功德圆满 大家千千万万不要忘记了 看一下 我的主播好像不见掉 确保一下我还在 还在还在还在 吓死我 因为现在我看不到那个镜头 我得开另外一个电脑来看 所以功德圆满在于 一你要解释清楚 让对方能够 因为你送他这本东西 这本经 又或者这个结缘品呢 想要去念的话呢 那恭喜你 你的功德 double triple 双倍 三倍 甚至可能亿万亿倍 因为你跟他讲的这些 种种的故事跟感应片呢 他或许也会讲给别人听 就好像做那个传销这样子 因为他会讲给别人听 这当中的一种无形的功德呢 同样也是回向给您的爸爸妈妈的 我有听一位粉丝告诉我说 他也想要度他的爸爸妈妈 皈依佛门 所以有时候他会特别播我的影片 给他的爸爸妈妈看 尤其是爸爸妈妈在吃饭的时候 就算他们没有看 他还会把我的影片的声量 调大声一点 如此呢 希望耳濡目染的情况之下 爸爸妈妈还是会听到 我说的一些善法等等 所以在这里跟各位 伯父 伯母们 你们好 我是基谦师父 孩子很孝顺哦 会希望你能够听多一点佛法 来增加您的善根 跟您的慧根 也希望您在有生意之年呢 能够更加的深入佛法 圆满你此生的功德 将来百年归去的时候 你不但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可以留给您的子嗣下一代 让他们继续 就算你不在了 他们依然能够过一个非常富足 无论是哪个外在的富足呢 又或者心灵内的富足呢 他们都能够快快乐乐 很幸福的圆满这一生 而你自己也因为功德圆满 可以往生到佛国净土 永不退转 永不再轮回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祝大家日吉祥夜吉祥 一月六十很吉祥 下一场直播再见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